權力真的非常地爽 我們的要不要徵收 你看毛澤國昨天的那個新聞稿 這是沒得談的 你縱然有四千多公頃 很抱歉 沒得談 因為我已經把它定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了 我為了公共利益 純粹是由我來詮釋 一般民眾 你沒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如此計畫 今年十二月就要給我過 因為我明年就開始要招商 有沒有 各位看他的新聞稿 很殘忍 非常非常地殘忍 我等下有一張slide 特別提這張 人民根本不能夠質疑 所謂的公共利益的定義的內藍 公共利益純粹是有權利的人在界定 我講難聽一點就這樣 在台灣縱然到21世紀 我們解除戒嚴已經那麼久了 但是公共利益的權勢權 依然是有少數人在掌控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土地被政府擁有什麼權利 你只有形式上的民眾的參與 形式上的民眾的參與 有一些你可以去參加 當然 比如說 都市計畫十九條 土地政策條例 第十條 有沒有 最主要是這兩條 土地政策條例 第十條 都市計畫法 第十九條 我們舉辦說明會 我們舉辦公聽會 如果有時間 我再幫各位放一放 我以前參加 土地計畫說明會的一些照片 但是這大概都只是 形式上的民眾參與 因為 如果您仔細看 土地計畫法 第十九條 它裡面顯得很清楚 我什麼時候舉辦說明會呢 是由我主要計畫都定 你懂意思嗎 我都定了 我才來舉辦說明 我不是說在擰定的過程 就邀請你來參加 不是 是我定了之後 我才請你來 而且定了之後 要改變的機會大還是小 其實不多 不多 所以我們一般民眾 為什麼不願意參加 都市計畫相關的說明會呢 為什麼 以前我聽過 我們政府行政官員講 說明會 每次舉辦說明會 尤其是通盤檢討 來的人都是寥寥可數 以後都不要辦 給民眾機會 民眾根本都不來 我常常聽到 政府行政官員這種聲音 但是其實我就要反問他們 他們來了 他們表現一件 真的有辦法改變 你的都市計畫的內容嗎 當你權利不給他們的時候 他幹嘛要來呢 他來是不是只是什麼 他來只是幫你背書而已啊 他來往往也沒有辦法改變多少啊 以往都是這樣子啊 我們通盤檢討的那個說明會 不是這個樣子嗎 那我們大家很多都是行裡面的 我們都到那行要來 我們大家誠實想一想 我們不是這麼在做 我們一些第四球條裡面的一個規定 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民眾根本就不 不願意參加都市計畫的說明會嘛 那不參加 我現在就惡性的循環 大家又不參加 像大埔這個案子 他們往往是土地徵收 縣府的公文道 他們才知道土地要被徵收 像是了也這樣 彰化縣政府的公文道 他才知道要被徵收 當初有都市計畫的成績 他們都不了解 問啊 都市計畫不讓他們知道 因為現在政府的機關好像也 也在討論第十九條的適當性 我們只是公告 我們不是發文 發到每一個人 都市計畫第十九條在做的時候 不是讓每一個人知道 我們只是公告 劉政宏怎麼講 劉政宏就說 有啊 我有刊登報紙啊 我有在當地的新聞台 我有跑馬燈啊 劉政宏就這麼講 但是地方民眾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事情 這也跟各位來提提 另外當你去參加 你又能改變多少 這是一個我們常常是形式上的差異 所以變成我們土地政宗變成只是一個什麼問題 我問我 你只能跟我談錢啊 只能談金錢補償啊 都市更新又何常不是一樣 士林王家又何常不是這樣 但是你故意開個 開個價碼高一點 他就說什麼 如果你故意開個價碼高一點 他又反過來又譴責你 唉唷 這麼貪心 這就是我們這些土地被政宗 我覺得實在非常可憐 他們一方面不僅要撕掉他們的財產 另一方面還常常還要受到社會的抹黑 抹黑 這個時候特別要變成社會的一個譴責 尤其現在有一批網軍 我參加之就會這麼多 只有在台南市 有一批網軍 只要我一發言 馬上一批網軍就過了 然後故意扭曲你到底在講些什麼話 那台南市 所以我本來對民進黨還抱了一點希望 我現在基本上很抱歉 我不抱希望 所以我們到底未來的希望在哪 大家也可以討論一下 你可以發現 台南市 用了土地徵收的手法 跟國民黨完全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跟各位特別報告隨意聽 所以在這種我們只有 你只能跟我談金錢補償 你只能跟我談開發利益怎麼分 這就是我目前土地徵收的一個問題 另外 比如說各位可能問 我們土地徵收條例第二章 不是土地徵收的程序嗎 有沒有 因為各位可能看 我把各位都看成 你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了 一定的基礎 比如說土地徵收條例第十條 我們不是有公聽會嗎 對不對 徐老師你講錯了 我們土地徵收條例第四條 明明有公聽會 為什麼你說沒有民眾參與呢 各位啊 那我很小心啊 我們土地徵收條例 就是針對409號大法官的解釋 才訂定的吧 道法官跟我們講 土地徵收的程序實在是太過於簡陋 很少看見 全世界土地徵收的程序 是這麼差勁的 所以大家訂一個土地徵收的條例 比如說你還特別注意到啊 他們公聽會是什麼階段在舉辦的啊 是個興辦事業計劃 怎麼辦啊 沒有你有法規 你查一下 土地徵收條例第十條 那是事業計劃階段舉辦的公聽會啊 那意思表示什麼 我們在果剛第一章是四個計劃嘛 對不對 表示什麼 我們在土地徵收計劃 這個過程中 根本一點民眾參與的機會都沒有啊 真的 我們土地徵收計劃 土地徵收計劃跟那個興辦事業計劃是不同的 可能會有部分的改變啊 不要把這兩個當成一樣的 興辦事業計劃跟土地徵收計劃是不同的東西啊 我們內政部地政司我覺得很可恥 不願意承擔起責任 發現我今天的話可能會比較重 因為我們已經講了很多遍 我不知道公開或私底下已經跟內政部表示過多少遍 陳立吳老師也表示過多少遍 到底都沒有用 他把它推給誰 推給 推給那個 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推給那個交通部 推給經濟部 推給國客會 你們要去辦公聽會啊 都是你們的責任喔 到了 真正在何可 土地徵收計劃是誰 是我們內政部欸 是我們土地徵師欸 到了我們內政部什麼 欸 我們的 欸 我都不用辦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土地徵收條例第十條 那問題很大了 陳立吳老師就針對這第十條 特別寫了好幾篇文章 而且言者尊尊啊 聽者渺渺 我們到現在還是一樣 我們一直跟裡面負責的科長 也是我的學姐 一直跟他講拜託你們這邊一定要辦 地徵師一定要承擔起責任啊 沒有用 我們人力不足 人力不足應該可以增加 欸 人民的權益是這樣在保障的 都全部推 我全部推 我全部推 推到外面去 可以這麼做嘛 好 這是第一 這是第十條 大家跟各位講 第十一條 協議架構 大家知道協議架構也是 架構假的啊 不是嗎 我們協議架構 你知道那協議架構怎麼辦嗎 哪有做什麼 協議架構是 發通知給所有的人 然後到一個大禮堂 然後就 拉一個紅布條 一個砍棒 協議架構說明會 協議架構有這麼在協議架構嗎 我問各位都市更新那些建設公司 要去搜刮土地 要去買土地 他會用這種方法 去跟你協議架構 去跟你買土地嗎 不會嘛 都是一個一個慢慢談的嘛 但是我們現在怎麼 我們是什麼 拉一個紅布條 我在苗栗 我就看了很多遍 拉一個紅布條 土地增收 協議架構說明會 我們辦過了 就是我們辦過了 就這樣 那基本上什麼 那個價格 跟土地增收的價格 還是一樣啊 大家門心自問 人家來 人家一定很不高興啊 有人根本就不來 因為 你這個價格 跟土地增收的價格 是一樣的嘛